中华厨艺天下无双,一道菜浓缩数十年厨师功力 机器人同样来烹饪,是否能够成功厨菜 基本功边锅翻菜,看能不能过关 专业厨师长期练就的火候控制,他又怎么去学 惊喜收看外发明,野厨上菜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今天演播室请来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科学顾问彭梦华老师 欢迎彭老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是做发明的 其实说到很多的发明项目有一大类 彭老师应该知道是想用这个机器来取代人的劳动 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 但是这个人的日常生活有些是比较复杂和精细的 你比如说炒菜 特别是中国菜 很复杂 对,里边使用的料很多 每一个一种料在什么时候加进去炒多长时间 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活人学做菜都不一定能够学得很好 机器来做就肯定很难了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发明呢,据说它的发明者声称是能够炒出 专专业厨师级别的这个菜肴来 试一下什么样的发明呢 赶快去了解一下 中国菜是独具特色的美味 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所形成的菜式和做法复杂多样 其中炒是很有代表性的传统烹调方法 烹制时锅内放少量的油 在旺火上快速烹制 搅拌翻锅 这个过程中 食物总处于运动状态 将食物扒散在锅边 再收到锅中 再扒散 不断重复操作 这种烹调法 可使肉之多未美 蔬菜鲜嫩脆爽 同时最大程度保证了营养成分不流失 一个成熟的厨师 也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训练 才能够炒出一手好菜 深圳的一个发明团队 想用专门的炒菜机器人代替人工 让他担当繁重的厨房工作 同时也能烹饪出 媲美专业水准的菜肴 他们早说我好吃懒做 所谓好吃懒做 就是我比较喜欢好吃的东西 喜欢美食 但是又不会做 别懒得做 那么所以就会想到要发明一个机器 用机器来代替人做 刘信宇的发明初衷很简单 但是要想实现却是非常困难 现代厨房设备中 有许多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设备 但是没有哪种机器能够完全自动的炒出一道第一道的中国菜 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菜的烹饪方式十分精细 机器难以复制 而专业厨师的做菜手法更是一种复杂精密的经验积累 为了更好的了解专业厨师炒菜式的烹饪技巧 我们找来了一位普通市民小姜 请他做上一道家常菜 同时也请专业厨师炒制同样的菜式 看看专业厨师跟普通人相比 究竟厉害的秘诀在哪里 那小姜你平常在家会下厨吗 我平常在家作为女孩子们肯定多多少少会一些 然后偶尔会下厨厨 炒个家里人吃 对 那你家里人对你做菜的水平上怎么评价 亲戚朋友他们都还是喜欢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在提高的 那像这道公报鸡丁有做过吗 这道菜很少做 今天小姜要炒的是公报鸡丁 这是一道非常常见的家常菜 一道好吃的公报鸡丁的标准是 鸡肉鲜嫩 花生香脆 辣味有精 而且公报鸡丁属于川菜 按照专业的说法 是要具有胡辣荔枝味 就是在胡辣咸鲜之外 还要有绿甜的回味 小姜切好了食材 正就要下锅了 我比较喜欢吃辣椒 所以要多放一点 我们采用的是专业厨房的供货设备 火室比较旺 对于炒菜来说更加适合 但是小姜却没有一下把握好火候 为了让小姜顺手 我们还专门给他准备了家用炒锅 但是这里的菜产对于小姜来说还是过大 让小姜的炒菜动作有些笨拙 这样能炒好公报鸡丁吗 我觉得这个菜色看起来还挺好 看起来也是有一些金黄的感觉 肉看起来挺嫩的 接下来就换专业厨师登场了 王俊丽是具有多年做菜经验的川菜厨师 咱们看看专业厨师的烹饪手法 究竟是什么样的吧 这个炒菜做这个菜的火力是最关键的 不同于小姜 王俊丽还用了专业炒销 挥动几下就将鸡肉丁划散开了 说的叫快速快炒 这个菜是快炒 你看颠一颠 它颠一颠的目的就是让它均匀 受热均匀 就这样你看我这是养着手的配合来放这个锅 它就是一个大方一定要把它放匀 一锅成菜 快速翻炒 只用了两三分钟时间 一盘工宝鸡丁轻轻松松的出锅了 两盘鸡丁摆在一起 色泽都油亮均匀 乍一看分不出区别 但是用筷子夹起来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小姜的工宝鸡丁还是有些问题 这一块特别是这边 你看看 下去看一下 明显发黑 因为它在翻炒的时候 没有翻过 就送了勺子去剥了 没有那么均匀 咱们再加上一块试试味道 还是比较嫩 但是不均匀 而且我觉得你虽然放了很多辣椒 但是辣味并不强 不是那么辣 为什么这个辣味不强 因为它已经糊了 糊掉了 专业厨师的工宝鸡丁 酸甜香辣 鸡肉嫩滑 相比较 小姜的鸡肉就口感偏硬 并且味道不均匀 这就是在控制油温 火力 以及翻炒的均匀浸杀 所表现出的差别 专业厨师能够精确地控制 炒菜火候 和翻炒力度 这是依靠严手脑 甚至嗅觉共用 才做出的判断 并且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 如此复杂精准的过程 机器人怎么去实现呢 刘信宇的想法却很简单直接 制造一条机械手臂 让它完全参照人类的动作 来炒菜 这个机械臂基本上它只能 很简单 它只能是前后移动 然后呢 前后移动的就是让它能够往前 把物料缠起来 然后呢就是一个向后翻动 就是能做这么两个动作 这条机械手臂动作比较单一 它只能在一个方向上产菜 所以还需要锅具360度旋转 才能够让锅里所有的菜得到翻炒 这就使得炒菜速度变得很慢 无法实践 烹饪需要 刘信宇认识到 只懂得机械制造的相关知识 对于做菜还远远不够 因此他和团队来到烹饪学校 学习做菜的专业知识 专业厨师的做菜手法 给了发明团队新的启发 他们发现 人手的操纵虽然重要 但是所有动作 最终是作用到锅具上 这让他们想出了一个 跟第一代机器人 截然不同的设计方案 在专业厨师的炒菜过程中 有一个很明显的动作 翻锅 只依靠炒烧的搅拌 很难让食材翻动均匀 而翻锅和换锅 则更有利于食材 全面均匀的受热 同时还能提高速度 保护食材不被弄碎 发明者们的新思路就是 让锅具实现翻锅的动作 再配合搅拌 实现炒菜的过程 厨师翻锅 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手法 机器能轻易实现吗 记者来到了一家烹饪学校 在这里学生要练的基本功之一 就是翻锅 它这个锅其实 首先是一条直线 接下来就是一个扶行的运动 就是在这个上面 来回的滑动 之后担着手段翻过来 在一步步翻过来 翻锅利用惯性的原理 通过锅的运动 让锅里的食材翻面 并均匀分散在锅里 中国烹饪自古中锅弓 初学厨艺的学生们 用沙子不断练习翻锅的技巧 这种课程要持续一个礼拜 并且在以后的整个厨师生涯中 还要不断练习 才能让锅具在手中运动自由 记者也决定来体验一下 翻锅的感觉 裸锅大概有六斤重 六斤 加上这些所谓的原料 那么一个锅加原料的话 大概有八九斤了 确实要小心 它这个还是有点重的 一定要连贯 不会把锅磕坏了 坏倒不会坏 但是像你这样的话 就像打铁一样了 就真正起不到 翻锅原料的作用 一步一步来 先拉 原理上掌握了 翻锅要靠巧劲 把火灶作为锅具的支撑 然后利用运工的惯性 让锅里的沙子翻过来 同时不会撒出 这可不是轻易能够掌握的 记者用上了全身力气 依然不能让锅里的沙子 大幅度地运动起来 而这种手法只是翻锅的基本方式 在这个基础上 还有前翻 后翻 左翻 右翻等多种手法 让食材随厨师的意志 在锅里自入翻动 这种方式结合了 力度 速度 运动路线的设计 烹饪机器人 是否能实现呢 烹饪机器人 尝试颠锅翻菜 五条鱼是否能够 以此顺利翻面 鱼香肉丝是否能赢得 名厨认可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铁厨上菜 这个是我们第二点的机器 对 这看起来跟第一代那个机械手 就完全不一样 这怎么打开 这样子 这样打开 这就完全跟第一代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 对 那这个是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是它呢 是在模仿专业厨师的一些手法 它的就是用锅 直接带动的物料在运动 一个呢 就是它速度很快 因为直接锅一动 物料就动了 再一个呢 它每一次 它都可以让所有的物料一起动 第二代机器人 没有了机械臂 而是在炒锅上 安装了一个偏心轴 通过速度控制 让偏心轴带动锅具翻转 从而实现炒菜的翻面动作 这个设计 虽然基本上实现了翻锅的动作 但是却存在很大局限 在每次翻锅之前 估计必须做准备动作 让食材聚集到固定位置 才能翻锅 这就使得做菜过程变得复杂 无法向人类厨师 别炒菜 好 我们刚才看到了发明人发明的两代这个烹饪机器人 第一代呢 是一只像人类的这个手一样的机械手 那到了第二代之后呢 就是一个 我们看到可以运动的一个锅具 通过运动的这个方式来炒菜 彭老师来评价一下 我们说呢 他这个发明最初的出发点 就是考虑到模仿人的 动作 炒菜的动作 我们可以说他就是一种仿生吧 其实仿生呢 在我们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见的还是很多 比如说超声波 超声波呢 我们是发现 蝙蝠在飞行的时候 它会发出超声波 接受超声波 从而发现障碍物 还有前边它的食物 我们说这个人从动物这儿 学来的一些东西呢 主要是要抓住它 这个主要的关键点 不一定完全模仿它 所以我们看 它的第一代锅第二代锅呢 是完全模仿着人去炒菜的 所以呢 真正在操作上呢 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一定要抓住人炒菜的里边的 关键的东西 嗯 好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第二代的 这个烹饪机器人呢 还不是很完善 我们来看看发明人会做一些 什么样的改进 发明者再次开始寻找改进思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们注意到了机床的作业方式 普通机床在水平面上直线运动 能产生速度和惯性 这恰好满足了翻锅的要求 发明团队 以此为灵感 重新设计了更任机器人 第三代机器人 诞生了 这个叫做平动翻锅机构 嗯 它的靠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靠在平动过程中的 速度控制来实现闻锅的 嗯 就是它在这个运动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匀速运动 它是有急停急加速 通过变速的时候呢 让这个 让这个锅里面的这些物料呢 让它产生一个状态变化 嗯 我们所需要的状态面 就是让它翻个面 第三代机器人 有两米高 个头很大 里面还整合了 造具和油烟处理装置 烹饪炒锅架 在运动机座上 这个机座能够精确地控制 力度和速度 能让锅具 急动急停 或者轻度晃动 从而实现实材的翻动 除了翻锅系统 机器人还能够按次序投料 过油 搅拌食材 甚至勾芡 这样的设计 是否能够成功翻锅 满足烹饪需求呢 为了验证翻锅效果 我们点了三道菜 让烹饪机器人来做 西红柿炒鸡蛋 香煎小黄鱼 和鱼香肉丝 咱们首先来看看 厨师怎么烹饪这三道菜 那像这三道菜 哪一个你觉得最不好炒 鸡蛋和鱼 鸡蛋和鱼 香煎小黄鱼 鸡蛋就拿在里面 鸡蛋的话 就是也是翻锅 如果没有翻锅来的话 就成了不成型了 就烂了 比如说先煎到这边 煎到这边之后呢 如果说你在翻锅的过程上 力度没有掌控好 它没有翻过来 如果说按正常 就是说力度掌控好了 它就是这样翻过来的 对 对 换那个角度了 对 如果说没有翻过来的话 有可能会这样 有可能它还是和之前一样 没有翻过来 鸡蛋是液体 质地粘轴 下锅之后 下面很快凝固 但是上面依然是蛋液 炒勺只能做划散的动作 力度要轻 不然鸡蛋会被炒得过碎 而小黄鱼肉质十分细嫩 有的一粘锅 一不小心就会尖碎 而且鱼的个头也比较大 主事一次要煎上五条鱼 这样翻锅 即使对于专业人士 也具有相当难度 而鱼香肉丝是最常见的家常菜之一 几乎人人都吃过这道菜 用它来鉴定机器人出菜的水准十分适合 厨师很快就完成了我们的指定菜 接下来就轮到机器人了 你选的这些菜还是挺标的 是吧 对吧 机器炒鸡蛋 机器煎鱼 实际上是有相当难度的 是吧 不过这个 你有信心吗 我有信心 我们只好经了大量实验 已经把它工科了 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是有问题的 我们首先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 切好的原料和调味料放在标准的涂料盒中 然后选择需要的做菜程序 机器就运转起来 热锅喷油后 蛋液被倒进锅里 首先利用锅盖上的搅拌工具划散鸡蛋 粘稠的蛋液对于搅拌工具来说 不太容易带动 等它变成固体 就可以下西红柿了 鸡蛋很容易变熟 所以只需要最后翻三下 让调味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就算炒好 对炒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 这块明显好像就炒得过黑了 对不均匀 不均匀 对吧 有的好像看上去还是比较 比较那个深 这一块 对对对吧 这个就有明显的不同 有点问题 可能它的程序 程序有点问题 西红柿炒鸡蛋 搅拌的不够均匀 那么翻锅更加困难的 香煎小黄鱼能够成功吗 流行鱼重新调整程序 准备煎鱼 机器人里的炒锅 比厨房炒锅小 铝番鱼来说 难度就更大 稍有偏差 鱼就会翻出锅外 哇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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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乱 脑袋 脑袋调整一下 太黏了 五条鱼没能同时下锅 操作人员马上用筷子调整 在煎鱼的时候 必须让五条鱼排列整齐 才能保证半锅效果 没 没翻过来 再调大一点 烧糊了 是力度过大了吗 力度没控制好 不是过大了 还是不够不均匀 这个力度 你看还是有些翻过来 就没有翻 这三条没翻 很怪 这两条就翻了 拿进仔细观察 只有两条黄鱼成功翻面 另外没有翻成的三条鱼 由于底面一直受热 鱼肉已经被完全煎糊 正面却还是白色的生肉 对于机器人来说 五条鱼是五个个体 不像鸡蛋那样相对是一个整体 让非整体性的物体实践翻锅 困难度很大 刘静宇和操作人员 重新调整运动数据 决定再来尝试一次 这次放还比较平 经过调整运动的速度 翻锅效果明显改善 但还是有两条鱼 没能成功翻面 通过人手调整 这次的煎鱼才算顺利完成 这次看起来是成菜了 对 这次是全部都翻过来了 基本上还比较均匀 对吧 有进步有进步 对 有进步 但是我看有几条鱼的鱼肚子 这部分都稍微有点破损 因为这块肉比较嫩 对对 它这个锅具运动的力度大了一些 大了一些 接着是最后一道鱼香肉丝 这次的肉丝属于整体性的食材 炒起来应该比较容易 比起前两道菜 鱼香肉丝的烹饪过程比较复杂 首先要把肉过油 然后炒调料和配料 在这个过程中 只需要把食材滑散搅拌 最后把肉丝倒回锅里 翻过加热 就可以出锅了 炒好的鱼香肉丝 鱼香味浓郁 色泽红润 看起来挺成功的 三道菜都已经完成了 究竟吃起来口味怎么样 又能不能跟人类厨师的菜品相比美 记者找来了三位品鉴专家 让他们来尝尝这三道菜 川菜烹饪大师史正良 一生钻研厨艺 国内公认的顶级名厨 曾经受邀在舌尖上的中国里 展示过厨艺 美食大人郭彦云 陈职家庭主妇 爱好钻研各式菜肴 美食男人张柏诚 热爱搜集各地美食 也是一家素食餐厅的老板 他们三位会对我们的厨师 和机器出品的菜肴 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现在这个桌上已经摆上了六道菜 这六道菜分成了两组 一组是机器做的 一组是人工做的 然后我们现在先不告诉大家 哪一组的机器 哪一组的人工 我们可以先来一个 忙吃的小见证 看看大家对这两边的口味 做了很多评价 我觉得吧鱼来讲 你看这个它好像有点尖破 然后呢颜色也不够均匀 我觉得那边那个鱼呢 就尖得不厚啊 颜色啊 短就比较好 颜色很小 这个鱼腔肉是这两个 你看它这个是三次的 我们三次就是我们航爷爷的一个树鱼 我们这个夜店的一个树鱼 就是一根一根的没有沾连 这个它是沾连 烟壶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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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汤汤这个无汤汤 因为我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嘛 因为我们就说这个最不好炒的是 使用炒鸡蛋 就怕炒出来口味图水 所以说一万亿出来万亿的多了 它这个蛋吃到口味感啊 口味有些影响 这两组 一组是专业厨师做的 二组是烹饪机器人做的 二组首先在外观上已经扣分 那么吃起来的口感又怎么样呢 这个一号控制的这个鸡蛋 很滑很嫩 这个火候控制的好 这个那肯定就是吃到嘴里发柴发胆 这个鸡蛋的口感就差很多 这个鱼我们刚才知道 它有一点腥味 这个它就没有如此腥味 烟的用的原料也一样 但是你颜值的时间 火候的大小对它里面的味 都有直接的影响 家常才好吃 又是 但是最难做的也是家 家常才是靠一个 我们专业师的技术 这个功夫跟这个功夫 那不一定的 人家这个时间经验可能就要做得长一点 你这个时间经验就要短一点 经过品尝 品间小组一致认为 一号组强于二号组 及机器人的菜品 略逊一筹 机器人做菜出师不力 发明团队在做调整 第四代机器人全心亮相 它的厨艺功力又怎么样 将七条鱼翻面 又能够难倒它吗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铁厨上菜 好 我们看到第三代这个烹饪机器人 这个翻锅的感觉 看上去已经顺畅多了 但是好像效果还有点不足 我做了一个小模型 这个小模型 就是仿着它在第三代 这个炒菜机器人做的 这就是锅 把这个电动机接上 你可以看到 它就要左右运动起来了 如果运动的快起来 那么它就可以使这个东西蹦起来 那就能达到翻锅的这种目的了 在这我们换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放上一些小一点 我们看一看这个豆子的运动情况 真是 它就会跳起来了 大部分都没蹦出来 还不错 因为我这锅设计的还不是特别合理 但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已经达到非常好的这种翻锅的效果 对对对 刚才我们看到 它的翻锅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为什么不成功呢 因为它在这个设计过程当中 运动的情况 加速度的这个变化的情况 应该做一些 做一系列的事件 还不够精确 对 所以第三代这个机器人 还有一点不足 我们来看看 发明还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改进 第三代机器人 能做出基本的翻炒动作 但是却在精确控制上 有它的局限 发明团队再次对机器人进行改进 希望它的动作精准性 能够跟人类一样 这个是最新的一代 第四代的 对对对 是 是这样子 对对 最大的改进实际上是 锅具运动装置改 你看跟原来那个已经完全不一样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仿生的三锅装置 这个翻锅装置 为什么说仿生呢 它是实际上是在研究人 人在三锅的时候 这个手臂和这个锅的 这个手臂的动作和锅的状态 在深入地研究了这个以后 设取出来这个 这个新的这个装置 在之前的烹饪学校里 我们看到 厨师的翻锅轨迹 是一个曲线 跟第三代锅具的水平运动 是不一样的 为了更加精准地达到翻锅效果 发明团队采用了新的运动装置 锅具装在装置的一侧 由运动装置来带动 我首先从造具上升起 然后向前下方曲线运动 接着再收回 跟人类翻锅效果非常相似 这样也减小了水平运动大的振动 所有动作进行得更加顺畅 而各方面的优化机程 也让烹饪机器人外观更加精减 咱们这就来试一试 它的做菜效果 让它再做一次 之前的三道菜 同样的一道鱼香肉丝 但是曲线轨迹的翻锅效果明显更好 几乎全部的肉丝和配菜都翻了过来 出来的成菜根根分明 看不到粘连的现象 看来这一代的机器人 的确有了明显的进步 那么咱们就提高难度 依次间七条小黄鱼 比上次再多两条 看看它能不能够成功 这样晃的感觉晃得更顺 对 这个机构第一动作轻柔 第二它是精确控制 用的是巧劲 对吧 你感觉它没费什么劲 香味 这个翻得很漂亮 这个就是要 你看完全保持炎一样 反感 几条鱼难不倒烹饪机器人 我们决定提高炒蛋难度 把西红柿炒鸡蛋改为煎鸡蛋饼 炒鸡蛋容易搅拌过碎 煎鸡蛋饼又是另外一种难度 要在下面的蛋液凝固后 及时翻面 翻面时 锅里还有一定的蛋液 这就加大了难度 并且鸡蛋饼面积较大 如果翻过好 就会折叠起来 这对翻锅技巧 可是一个考验 翻熟的鸡蛋饼 连汤带液 随着锅来回晃动 这样能翻面吗 成功了 这次的三道菜 外观上明显有了不同 小黄鱼排列整齐 颜色金黄均衣 鸡蛋饼同样外形完整 软香油亮 鱼香肉丝颜色红艳 看起来是恰到好处 咱们再请品尖小组来尝一尝 看看第四代机器人 和人类大厨 谁做的好吃 这一次 我们依然把菜分为一组和二组 一组是专业厨师做的 一组是机器人炒的 让品尖小组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品尝 很接近 两组很接近 尝不太出来 从这个看的话 就是表面有一点油 油会多一点 那个可能老一些 就有这样的区别 但是味道都还不错 鱼香肉是没区别 或果是尝不出区别 家鱼这也都没区别 没有 这也没什么区别了 我觉得这个形态 这个完整不辣 这个厚厚度啊 或者是味道啊 这些啊 都很好 看一下 第一次有 有那个腥味 好像有没有腥味了 既然这个鱼香肉 差不多我想象了 我们最后让品尖嘉宾 选出味道好的一组 分给美人两面小红旗 觉得哪一组好吃 就投给哪一组 如果觉得不想上下 就两组 各投一面小旗 投票结果 第二组菜肴 获得了四面小旗 赢得了胜利 而它正是刘信宇的 机器人所烹饪的 好 经过了这么多的改进呢 第四代的机器人 终于诞生了 我们发现 这个锅越来越像 我们平时炒菜的锅 而这个翻锅的动作 也更像人的动作了 在这呢 我做一个小模型 拖这个小模型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一根杆 杆前呢 我放了一个圈 这就是那口锅了 这个杆呢 这儿按一个轴 这个轴呢 可以在这个槽里头 滑动 可以上下前后运动了 对 这可以上下运动 这可以前后滑动 现在呢 这个锅是在火上 下边是火 给它加热 这样一段时间 我们需要颠勺了 嗯 那么它有这样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 整体抬起 你看看 整体抬起来 嗯 接下来我摇这个摇瓣 你看看 这样摇也行 是不是这锅就动起来了 可以摇得快一点 这就跟这个人垫勺一样了吗 对人垫勺的动作一样了 等到垫完了 那我再给它 我再给它 这样放平 把这整个装置 向前推一点 放下去 再继续加热 嗯 这个就比较精细一些 对对对 嗯 好 那这么分析来呢 这个第四代机器人 应该是接近完善了 来 我们来看看它的做菜本事吧 去实地测试一下 嗯 烹饪机器人已经能够精准地模仿人类翻锅和搅拌的动作 但是这对于炒菜来说就足够了吗 而研发队伍又设定了新的目标 又让机器人做的菜跟国家级大师做的菜相媲美 这真的能够实现吗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到过炒菜的火候 它就是大师烹饪最关键的要素之一 火候就是对炒菜时间和温度的精确把握 如果能够精确地模拟大师的炒菜程序和火候 就能够做出大师级的菜品 发明团队就此展开了新的探索 我们是把所有的原始数据给采集下来 比如说这个试验机 在人工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全程录制下来 然后再一步一步去做分解和确 我们用的这个冲箱 在做菜的时候可以随时打到锅里面的一个油温 它的一个温度 用仪器采集专业厨师的做菜数据 然后转化为电脑数据 这样机器就能够把炒菜火候控制得和人类厨师一致 如果采集对象是一位国家级大师 那么机器人就能复制出大师做菜的手法 做出大师级别的菜肴 咱们就来做一个验证 先记录一下一位专业厨师的做菜过程 然后转换为机器人程序 看看机器人是不是能跟人同步 陈师傅要做的菜是清炒虾仁 这道菜主料是虾仁 芹菜和胡萝卜 炒好的虾仁晶莹剔透 如同水晶 吃起来鲜嫩多汁 搭配双口的蔬菜非常鲜美 师傅 虾仁这种食材它处理起来是不是相对困难的 是 咱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这个要保持它的份 保持它的水分 所以你发油的时候 一定要油温不能低也不能高 油温低了它破浅 油温高了它就老了 吃了口感不满 炒虾仁非常讲究火候 恰到好处的火候 才能烹饪出多汁鲜嫩的口感 一旦炒过头 虾仁就会出水 就炒老了 所以炒虾仁 常为作为检验厨师水准的一道烤试菜 师傅开始备菜 研发人员同时记录下了所有原料和调味料的重量 接下来炒菜正式开始 研发人员要记录下下菜时油锅温度和出锅时菜肴的温度 这两个数据最为关键 需要人机保持一致 记录下的数据被研发人员转化为程序 输入机器人的电脑中 现在机器人就能够做惊吵瞎人了 咱们就让人和机器炒菜的画面同时播出 看看是不是能够同步 两边虾仁同时下锅 首先炒虾仁 这一步两边完全同步 然后再炒配料 这时机器开始落后于人工 很快 人工就开始勾浅和淋油 而这时机器人慢了人工四秒钟 厨师的虾仁炒好了 整个过程下来 两边做菜程序完全一样 同步却稍有误差 机器比人工晚了十秒钟 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数据 那现在侧边这个温度是多少 78度 78度 刚刚炒的那个人工炒的到75度 两个度值差不多 差不多对 机器炒的还高进度 两边误差不到5度 这是在正常范围内 而机器人落后的原因 是由于在炒菜过程中 头料 过油动作相对较慢 以确保让食材不会掉入锅外 但整体并不会有太大影响 我们了解了过程 但是做菜的结果要依靠品尝 究竟机器人的清炒虾仁 味道能不能赶上 具有丰富做菜经验的 专业厨师呢 这两组中 一号组是机器做的 二号组是人工炒的 经过品尝 拼接小组 很快做出了判断 我毫不容易地烫两个这个 我也觉得这道菜还是挺明显的 给一个鼓励的吗 都要鼓励 在最后捧汁的时候 这个要掌握得要好一点 肯定劲 我们就叫肯定劲 就是它这个下刃和这个配料 它是一种真实感 这边你就看到它有一点点 那个燕不燕不燕不燕的 这个美能的名量 这个是不是因为 茜薄很均匀 它也不是它 就是它掌握的这个 淀粉和那个汤汁的比例 比例和这个菜的比例 恰如其分 其他的老人 老人啊 这个配色都差不多 我说这么一点 一点的决 恰恰这一点的决定 是一个做菜的 做成功能 刘信宇发明的烹饪机器人机 一是通过不断改进操作平台 使其能模拟中国菜中 煎煮烹炸等复杂手艺 并能实现菜品烹制过程的自动化 二是内置了多达数百道菜品的烹制程序 在程序控制下 机器能烹制出标准口味的菜品 该机器改变了我国餐饮业 手工作坊 加师徒传承的技术格局 实现了真正的机械化和信息化 对推动中餐的快餐化和标准化 具有突破性意义 但也要客观看到 中餐中的任何一道名菜 无不经历了历代名厨的发扬光大 顶级大厨不仅是烹制的手艺炉火纯青 更关键的是他们对四季食材的选配把握 以及与处理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精妙感觉 正是这一感觉 是他们在烹制菜品时能够把握好其中微妙的平衡 创造出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味 正所谓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其实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大师工作室 大师工作室 把他的菜研发出来 如果说通过计算机的这种形式的 这种合作的方式 它这程序化的东西要比我们手工操作 它更便于保持菜的这种一致性 这个是人工代替的老师 唯一的我觉得就是在推广当中 可能有一定难处在哪 中国的饮食文化都这么传承下来的 都是手工操作 如果说我们突然换成机械了 我觉得老百姓有个接受承诺 包括他说你哪哪都是机械炒炭 他会质疑你的机械 是不是我吃那口味 好 今天的烹饪机器人 我们看到从第一代到第四代 整个学会炒菜的过程 其实这个发明不仅仅会炒菜 还有别的本领没有亮出来 明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还有什么好的创意和发明 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可以发送字母T到1066-99991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新浪微博 今天也再次感谢彭老师 带来精彩的实验和讲解 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 今天的五海发明 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 其他节目内容 电脑程序指护的机器人 出菜是否标准统一 客人各个口味不同 还要如何应对 经验丰富的中业厨师 前来比拼 谁能赢得时刻的赞许 请不吝点赞订阅